像我平常24小時 我除了睡覺以外 我都在 縮小部 大家會說姐姐不要生活到這麼累 但我覺得那是一種自律 我這麼做我會覺得我很棒 因為畫面漂亮 把自己整理得這麼的 好看 可人 所以我猜你是不賴床的人 我會啊 我會賴床 總算找到一個 跟我們凡人差不多的地方了 對 大家覺得規律的生活是很無趣 但對我來講這是一種自律 當變成一種自律規律習慣了之後 它就是一種呼吸 但是別人看起來覺得很無聊 大家都會說 姐姐你為什麼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壓力 其實我覺得那不是壓力 因為我已經把它融入我自己的生活 我平常呼吸 就好像我平常24小時 我除了睡覺以外 我都在 縮小部 這個真的是很自律耶 但那變成你自己一個自然狀態 對 隨時除了睡覺做完 那是一種習慣 那大家會說姐姐不要生活到這麼累 但我覺得那是一種自律 我這麼做我會覺得我很棒 我可以 因為畫面漂亮 把自己整理得這麼的 好看 可人 所以沒有邋遢的打扮可以 從來不邋遢 邋遢在我的字典裡沒有這兩個字 隨時隨地準備好 就是姊姊的座右銘 那你在家請問穿拖鞋嗎 穿 穿 你要開玩笑亂問 穿拖鞋啊 保護自己的腳 我在家裡呢 即使夏天我還是穿長的 而且穿緊的 為什麼 因為 可以防紋 就很愛自己啊 那 最後我想很多人都要問啦 請 告訴我們 這個你已經被問過 大概120遍了 你怎麼樣保持自己fit 那我想內在的力量 這個大家已經聽了 應該很清楚 就是我希望我是這個樣態 對不對 所以我就要做到我希望 對 嗯 其實 一直保持這樣真的不難耶 可是飲食耶 我覺得有時候吃是一個解壓的方式 很多人就是這個地方 可能 所以人家想問你是不是不吃 我吃 我想有在 有在follow我都知道 其實我吃 炸雞排有吃 我什麼都吃 但是有一個重點就是 吃東西 七八分飽就要停 嗯 對 你要養成一種習慣 你就會養成小鳥味 那 你把你的胃養小了之後 你隨時想吃什麼都可以 我其實從來不挑食 而且我也不進食 但是我想吃我就吃 但七八分我就停 還有就是 最好減肥的方法 就是在自己家裡的地方 隨時擺到處都是全身勁 所以你家是這樣 我家裡到處吃全身勁 走到這裡有一個 走到那裡有一個 我在家裡會穿比較 合身的衣服 隨時 他就跟他一樣搬 嗯 千萬不要穿寬鬆的衣服 你會覺得 反正現在寬鬆我可以多吃 我隨時隨地 都是fit的衣服 你在任何角度看到不對的時候 就知道要運動了 你要對運動有興趣 但其實我們人是很容易就對這件事情 逆掉的 所以你要保持新鮮感在運動上 所以我隨時在換運動 因為你看我們其實運動這個事情 你要去做可能需要一百個理由 但是你只要一天不做 只是我想多睡一會兒 一個理由就可以quit掉 對 不能有理由 所以我猜你是不賴床的人 我會啊 我會賴床 總算找到一個跟我們凡人差不多的地方了 對 他也要賴床 其實多睡覺有時候 睡覺的時候是在燃燒脂肪 睡覺的時候 睡覺燃燒脂肪也是瘦身的一種